这为了控制血糖啊 主食改少了 一点点馒头三分之一 一个鸡蛋撒草莓半个苹果 这是这个小鱼 还有油焖笋 当蔬菜 来一辆根 应该再来点姜豆腐 这个油焖笋可好吃了 你看都是大段的 给你们看看 香的很 就馒头 就鸡蛋 你看这个小苏鱼 深海的鱼 夹馒头早上起来 夹馒头吃 酥酥的 味道好极了 它就像这个竹笋 春天的笋特别好吃 尤其是小苏鱼夹馒头 补钙 高蛋白 再来一个牛奶 好像又有点多是吧 没事 多多吧 这个油焖笋啊 超级好吃 不是那么咸 它也不辣啊 一点都没有辣椒 老人小孩都可以吃 就是你买的越多越便宜 要买一瓶二十多 你要买三瓶呢 就十块钱出头 还有六瓶的 嗯 好 吃饭 我必须算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